各位,如果香港的觀眾和英國的觀眾的猛暗 英國的觀眾,你們看到這一集的時候 應該是大約英國時間九點半左右 這一集想說很久,也拖了很久 因為烏克蘭的局勢不斷地,再加上就要平塵鐵鏢這條糟糕 結果我現在這個英美時段才說 Honger Watch的CEO,Benedict Rogers 收到國安公署的信,即是國安署的順警隊 要求他閉上網站,當然這個是完全離譜 這個是英國外交部和歐盟,甚至德國領事館都點名 德國就不只是領事館,德國已經是驚動到 那麽為何Honger Watch會被人移動? 英國和歐盟的反應都這麼大 但美國還沒有反應 這個背景,其實Honger Watch近日的活動已經低了很多 如果你問有關香港的事情 我猜英國港橋協會,即是鄭文傑那一檔做得更多 因為我想如果是英國的,就知道很多 英國政府資助的一些BNO Visa Holder的活動 主要是跟英國港橋協會合作 但是,為何會搞香港魔章呢? 老共,這個是跟BNO Visa 以及近日的移民潮有關 近日走的人非常多 你見到近日走的人很誇張 沒有了英國地區 沒有了Virgin 但是,你這樣想 每天仍然正流出香港的香港居民 在說兩千人每天 由二月開始,即是林鄭月,我那堆瘋狂抗疫措施到現在 每天差不多平均每天二千人走 而且,英國佔的機器 我估佔超過一半 或者超過一半其實跟英國有關 為何我這樣說 你想想,Cafe Pacific 每天三班英國 一班 Manchester 那一班又重新出現 一班Manchester 二班明頓 我還未計算 有些人可能經過巴黛 經過加羅斯坦 經過巴黎 過去過英國的人 或者經過加蘭斯坦 如果西方會摩德拉 即是在Cafe Pacific 有香港到加蘭斯坦 阿姆斯特丹本身就是其中一個業門轉機去英國的地方 因為你不進入神根區的話你可以就滯 而且明天就沒有了防疫限制的入境 因為最後還沒打針的都可以隨便走 我告訴你更多更多 一天有些人不想打針 誰都不想打針 或者想英國才打針 你現在那些人就會走 你想想每天有二千人 每天有二千人這樣計 大謊說香港正牛出只是二月 有數得計 我現在是一個很不科學的一個股選 上個月正牛出的人五萬六 今天是十七號 十七號如果我每天有二千人走平均 正牛出三萬四 即是你在說香港大謊說有整 過去兩個月沒有八萬多九萬人走 你不要忘記那一群是香港的中球體署 當然這群人是不是全部BN visa 不一定 有些是居英權BC OK 有些是本來外資公司派來香港做事 那頂不住這麼多 那些瘋狂的確認措施 那些人就算走了 是不是 有些 我都還沒計算 譬如適離 適離每天都有飛機 每天都有飛機 有不少人應該已經回澳洲 是 因為已經和病毒共存 你適離溫哥華 多倫多 你想想那裡走了多少香港人 那裡很可觀的數字 我告訴你 所以他搞香港watch的原因就是 你說那些加拿大人 你說那些英國居英權的人 你阻止他不能走 你阻止不了 那麼他現在用的手段 他沒有東西的 他分兩步 第一就找 好像健吻 好像葉建豪 或者回舊英國的沙發生拼骨 那些人我一定 我是要知道他的真心 你有種就拿一個真心出來說話 你不要回舊英國的沙發生拼骨 我忍住自己的身份 我懷疑你就是澳門人在英國 對第三個 我懷疑你 澳門人在英國又出現 你們兩個出現的時間 這麼吻合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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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共匪 這些 他們找這些共匪 這樣 搖搖搖搖搖 但你沒有人理 你discredit我 也沒用 他們找人discredit我 是一條戰線 跟著 找人搞香港watch 封香港watch的網站 是另一條戰線 這個就是中共 他跟前東德的做法一樣 其實 所以你現在 為什麼 習近平堅持要 用武效疫苗 堅持現在 現在 有些說 為什麼要跟西方封關 看到梁振英那些傻子說完 這些 原因就是 如果你跟西方封關 開關 Vurgent British Airway 國泰 開機 所有機 我告訴你 Coming Easter 哇大佬 走的人 你反正現在香港都怎樣 放了所謂暑假 你可能有些人安排 提早 還有夏天過歐洲容易適應 因為天氣暖和一點 你不是好像 如果是冬天過來歐洲 是比較難頂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一開始頂得住 那些 整個一兩度的天氣 晚上整個一兩度的天氣 不是每個人都頂得住 但是 如果你夏天來的話 香港和歐洲的天氣 基本上是相似 甚至更舒服歐洲的天氣 因為歐洲是乾的 乾 有 太陽乾 又不會熱到 像香港那樣濕熱 更舒服 那天氣 你進來的時候 適應容易一些 英國大致都是這樣的天氣 因為英國和 我這個德國西北部的天氣 是同一個天氣區 你想一下這個情況之下 你香港這樣 走很多人 那個對中國的 那個資本流失 你說樓價 樓價已經跌了 其實樓價只會繼續跌了 因為 加了息 聯邦儲備局已經加了息 他說 之後餘下的聯邦儲備局的會議 議息會議都會加息 你預計 今年加1.5至2K 現在就這樣 還有戰爭 油價亂升 油價又回到100美金一桶 所以你說香港暴力救市 救得多久 你中國那些錢 你沒有什麼 就是外資 當你提款機 沒有什麼的 其實 我一直都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這些是常識 這些 這麼多事情的情況之下 現在一直這樣發展下去 他說 香港政府無計可施 他不知道怎麼阻止 所以 恐嚇Bernie Roger 是這樣的 找國安處 你為什麼歐盟和英國出聲 英國就一定要出聲 英國 很簡單 英國出聲 怎麼會英國不出聲 你現在影響我的主權 Bernie Roger是英國公民 英國公民在英國做任何事情都合法的 大哥 你現在恐嚇什麼 英國主權歸於你習近平 我扔你 你 英國一定要出聲 英國不能不出聲 蔡惠斯不可能不出聲 而且 這個BNO這個 進一步平權這件事 應該就 你過了Turkhan Ukraine這件事之後 Ukraine war之後 有些人說 會不會因為 Ukraine war收到很多人 不收BNO 錯了 只會收得更早 因為大家知道 What is the next coming next Ukraine人打完之後 一定是台海 台海在香港一定會撒東西 大家知道的 沒有理由不知道 只會大家想著 提早怎樣撤走這些人 因為 這兩個白卡來的 普京是白卡 習近平是白卡 習近平為了 孤主一擇 照打可也 這個機會很大 所以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 英國介入很正常 英國卓惠斯出聲明很正常 因為這是第一 你侵犯英國主權 第二 英國朝野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盡快收更多香港 所以香港說 他不會放棄 BNO 他們對平權的看法 當然 現在他們 終於是在正面上 你想想之前的那些 大家之前的建議 我真的覺得 其實你由BNO visa 這個方向一路走上去 基本上是合理的 其實 EU都是抄BNO visa 除了是Ukraine 那些人 就是 用一個 Freedom of Movement的方式 放進去 其實 以Freedom of Movement的方式 處於一些 Light-minded的 侵犯人士 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為 你這麼多人 你都審不了這麼多人 你審不了 以及 這些已經屬於 全身 全身侵犯人士 其實 懂得擲胎機 其實可能是要 一些牌照上去 你想想 EUkraine人進來 其實對歐洲的工業 歐洲工業 又不夠人手 不夠人手 很久 我告訴你 很慘情 因為 俄馬尼亞 和 Garria的人 都不想做那些工作 你這樣想 EUkraine人進來 你幫了多少 歐陸的農民 那裡幫了很多 或者工廠那裡幫了很多 所以 肯定都要入歐文 不如 所以 我給你一個 給你 職業的權利 即 我給你 居住的權利 他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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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 反而 對福利制度的衝擊 是最小的 最多 你說 租房 那些 老實說 你歐洲也不夠人口 朋友 不要玩了 所以 人們說 英國的 visa policy 反而 變得很寒酸 所以 現在反而 歐洲 有一個壓力 逼得英國 可能在 BNO問題上 更為 慷慨 都是 如果 香港 視乎 這個 目標 我覺得是 好事 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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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敬 我共的方法 就是 令到BNO 進一步平權 或者到最後 完全平權的方向 我覺得其實 特別 現在 我猜 比全面平權 更快 解決 現在 18歲以下 即是 Income In 這個 Autumn 將會 拿到 即是 有資格申請BNO 即是 那群人的證件問題 大家知道 你沒有可能再用 SAR 護照 他們 其他問題 就是 你用 Home Office 這件事 很奇怪 我覺得 大家都可能 有一個目標 就是 反正你中國都不 Honor 中英聯合聲明 那不如重開BNO 國籍登記 即是可能重開BNO 登記 即是重開BNO 登記 登記 令到他們可以用BNO 的護照 即是日後可以用英籍護照 出入 直至到完整平權 即是 變成 有 就是 ROA 在英國為止 我的目標是這樣 當然 我覺得這個目標 大家也要爭取 我也同意 制裁 鄭正月娥的人 以及 將 賣港人的英國公民取消 我覺得 也是要爭取 很簡單 其實 你說多了人 很簡單 將賣港賊的英國公民取消 那裡 拉上 補下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賣港賊有什麼資格 我英國公民護照 是不是 大家 大家心裡知道 好像葉劍豪 周蓉 或者牛匯 英國花心炮谷 這些人 有什麼資格 我那本BC 你告訴我他們有什麼資格 這群混蛋 我很喜歡 我 我很率直 對這些 混蛋 你這麼真 你這麼真英國 我 退本英國公民護照 又不退 是不是 十世都不退 一天到黑 人生公司 一搖搖搖搖 你這麼真 喜歡中國 就退 英國公民護照 不要跟我說 什麼 什麼 愛黨是工作 什麼 居英是生活 跟小粉紅一樣 這麼混蛋 這是第一件事 但是 歐盟怎麼出席 由德國 你見到一件事 熱狗怎麼敢搞德國 你明白嗎 德國是有事做的 你記住在歐盟來說 北歐一直以來 想在香港事務做事 做些事 是得法兩國的 這個很明顯 然後再加到愛爾蘭 可能是 那 法國就北歐都是想拉近 跟香港的文化關係的 他就做很多事情 法國北歐就是怎樣 他法國一向都是傾向這個 所謂 我叫難聽這個文化 文化入侵 就是 他將 香港的東西慢慢 稍微吸引 成為自己 法蘭西一部分 因為 你不是 好像之前 法國修難民 那時候吃了糞便的原因 就是 他沒有辦法吸引 就是 你中東那幫人 你不會 終於成為法國人 法國文化 香港文化本身 他們知道 是有這個潛質去 吸收了 他知道 這件事情 還有香港的文化本身 跟法國不是完全沒有淵源 比較特別 香港比較奇怪 香港 它本身有一個 上海基因 上海本身 就有 就是 法國 遠東來講 法國文化 如果 遠東的繼承 日本人就是上海 但是上海就很不幸 陷入共產黨手上 陷入共產黨手上 就破壞了 法國 本來最像 遠東來的最像 巴黎 上海人 上海發租界那幫人 那就是 沒有了 但是 德國就不偶是 政策層面 德國現在是 綠黨看著外交部 他是不喜歡中國 所以你看到 熱狗是不斷 Discredit德國 你見到那幫人 是有意圖的 做事 你這麼明白 每一次突然 有人大大聲咬 德國 但是完全沒有指示 那幫人的用戶 是毛頭用戶 他跟熱狗有密切關係 我就知道我要出手 動人 那為什麼德國出聲 就是德國 已經 Ukrainian War 就是大家的意思 一定要這麼快 給香港救生艇 香港救生艇 一定很大機會是以 如果你說 Ukrainian的做法 就是 你進來 總之我進來 就給你三年 Resident rights 說完了 你做戶籍登記 你三年 你拿著烏克蘭護照 再加上戶籍籍 你 甚至連 這個 Resident 即是怎樣 做Resident permit 都懶得 第一沒有那麼多人手 因為這樣 這麼多 Ukrainian 你這樣超過一百萬 Ukrainian進來 我告訴你 香港 香港的BNOE 我告訴你 香港如果就算 救生請給香港 很少事的話 告訴你 對歐洲來說 真的很少事 香港是多少人 香港會不會一百萬人 七位數字的人進來 不會的 香港你給了十萬人進來 歐陸的十萬人 這件事 是給你多的 說真的 十萬到二十萬 是給你多的 最多就是解決 現有 在歐陸那幫人的問題 其實已經 即是怎樣 他又不是人數多了 歐洲人都自己知道 第二就是 為什麼 Ukrainian 會可以這樣做呢 他真的可以 暫時不用 維持法規定 原因就是 Ukrainian 本身 Ukrainian政府 因為他那時候為了入歐盟 他很多證件 在設計上 已經開始跟歐盟整合 記住 歐盟是獨立的 其實 在未 白佛戰爭之前 Ukrain人進來歐洲 本來已經有 若干的依序 他比 俄羅斯人進來 是容易很多的 其實已經是 那時候 因為你在做跟歐盟的 組織 你這場戰爭 你怎麼打 你反正 電話系統都組織 那麼 就齊早做 你幾乎未陷落 幾乎 他不是好像 那次阿富汗 你那傢伙是不是 Euclidean 我對到機 因為 因為 如果 按照 Euclidean 之前有 組織 所以之前 Euclidean 護照 現在可以進入神根區 本來也是 其實 如果按照 現在的做法 就是 Euclidean 下了地 可以 提供 高級教育 可以 中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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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給了 就是 你跟一個Euclidean 的 利益上的分別 不是太大 我想 其實 處理香港救生艇 有些人說 要搞幾個 但是 我告訴你 如果真的搞香港救生艇 容易很多 真的 我都說歐洲的事情 要是不做 一做就到位 因為很簡單 Euclidean 那個有經驗 那個是第一次 我之前 可能是在香港救生艇 那些 Paperware 那些 立刻我來 先給Euclidean 用 那個是BNO visa BNO visa 是抄204328 是抄EU的東西 但是BNO visa 的玩法 又可以抄 為什麼 具體實施的那種玩法 又可以抄回來歐洲 抄來抄去 英國和歐洲去互抄 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那些東西 其實 我將204328 有一個特別的行為 在Ukraine 市場 反正它是准央 歐盟公盟 其實 戰後 一打完 一定是 烏克蘭 一定進入歐盟 甚至 有可能是 烏克蘭 先進入神根區 烏克蘭先進入神根區 這樣做也不奇怪 所以其實它很技術 現在 香港的 香港的 我想分兩解 如果香港的 BNO那些 你遲早要解決 不愛那些人 平革動革命的問題 老實說 你不愛那些人 根據 群組織合法 它是 遲早會出事 遲早會捏卡 我猜它 一拼解決 解決英籍人士問題 然後我剩下特區護照 純特區護照 那些可能是怎麼搞的 但是你一直都知道 歐洲的東西 很敏感的 歐洲 歐洲 北歐都是 你可以先進來 再跟你做 居住的許可 可以先進來 後補回居住的許可 沒有問題的 北歐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想 所以你說 為什麼歐洲出聲 德國出聲 為什麼熱狗這樣做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 我說熱狗是一群共匪 你為什麼突然這樣激動 對德國 你又不是歐克里人 歐克里人也沒有出聲 咬德國 為什麼你會咬德國 後面那些人想做什麼 現在你心照 所以我一向都是說一句 香港現時其中一個要務 就是除了要清理這群五奴之外 熱狗是要清理的 熱狗 任何熱譜成的一批 見一個投訴 一個見一個 打到 我也是那句 Facebook和YouTube 什麼時候把這群熱狗全部清出去 要不就規規規矩進行公共政策辯論 不要搞人身攻擊那些事情 但是問題是他們不會的 他們覺得這叫言論自由 所謂 做文革紅衛兵是不是言論自由 不是的 我們要討清這件事情 你看到北京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要講的 北京就是中共那種卑鄙無恥 中共北歐都卑鄙無恥 下路戰隔 所以你問我 要香港生活正常 我也同意一件事情 只有中共這個政權 玩完才有可能附屬正常 今晚第二節到這裡 第三節 香港時間早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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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